10月24日,中国境内首座连接香港、珠海和澳门的桥碎工程,港珠澳大桥,正式通车运营,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,其设计受命为120年。 我国建桥历史悠久,无论是建造设计、数量、还是质量,我国均处于世界领先之位,在位于河北照现的小河之上,横跨住一座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古桥,拥有数项。 世界之最,1991年被美国认定为与金字塔、爱菲尔铁塔等齐名的建筑,这座古桥还流传着很多神话故事,至今在桥上都能找到,这座古桥,就是文明世界的赵周桥,还被中国文学作家毛以生写成文章。 中国石拱桥,入选小学语文课本,赵周桥,建于隋朝,由著名匠师李春设计建造,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。 桥长64,40米,跨境37,02米,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单孔厂间石拱桥。 赵周桥横跨37米宽的小河河面,桥体全部为石头,当地人也称之为大石桥。 赵周桥桥体包含一个大拱和四个小拱,大拱由28道拱圈拼成,各道窄圈的石块间加有铁钉,相互连成整体。 每道拱圈都能独立支撑上方重量,大拱两侧各有两个小拱,可节约石料,减轻桥重,宣泄洪水以及增强美观。 赵周桥各块条石之间用两个,腰铁,相连。 赵周桥还流传着很多神话故事,相传,鲁班周游天下,走到赵周,金兆县,一条白茫茫的小河拦住了去路,河边很多人上争住过河进城。 而河里只有两只小船百来百去,半天也过不了几个人,鲁班为便利百姓交通运输,决心自己动手,在河上建造一座坚固,美观的石拱桥,先人张国脑与柴王爷闻讯而来一探究竟,两人是用法术企图让桥梁倒塌,但鲁班还是徒手立顶赵周桥。 在赵周桥路面上,清晰可见两条被磨亮的车车,相传是柴王爷推驻三座大山在此路过所留下的,赵周桥石栏板望柱上精雕龙兽和花卉图案,浮雕上有各具神态的蛟龙形象。 赵周桥距今已1400多年,经历了十次水灾,八次战乱和多次地震,至今仍屹立在小河之上,时时深秋,赵周桥被浓浓的秋色环抱,景色宜人,吸引众多游客到此游览参观,一桥飞驾三地,天欠便通途。 24日上午九时整,随住香港口岸离境车道闸口开竿放行,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正式通车运营,同一时间,珠海和澳门口岸离境车道上,等候许久的车辆也陆续通过关口,时尚大桥。 温鼎多项世界之最的港珠澳大桥24日正式通车运营,新华社,此前一天,23日,公期历时9年,全长55公里,温鼎六项世界之最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,至此,始于上个世纪的跨越林丁阳的联通之梦成为现实,越港澳大湾区的便捷互通和融合发展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。 中国开通世界最长海上大桥,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里程碑,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当天,外媒纷纷进行报道,不吝赞美和惊叹,港珠澳大桥。 然而,这样一座游越港澳三的共建共管的跨境大桥,在海峡对岸激起的情绪和话题,却看上去要复杂很多,用眼睛就能看到你和祖国的联系,这是历史性的一天。 24日,乘车行驶在刚刚通车的港珠澳大桥上的盛志文对香港,南华早报,如是说,这位被称为,南贵方之父,的香港商人用,一个新世界,形容大桥对于香港的意义。 圣志文是港珠澳大桥首批使用者之一,与圣志文同样感到欣喜的,还有当天港珠澳大桥数千名第一批使用者,对他们而言,通行时间的缩短,运输方式的多样化都意味着生活品质的改善。 南华早报,在另一篇报道中援引香港洛马州中港货运联会主席蒋志文的话说,从香港至内地,通过港珠澳大桥的货运成本可以减少三分之一,这将带来更高竞争力。 南华早报,报道截图,作为粤港澳三的首次合作共建的跨海通道,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,最长的钢铁大桥,最长的海底隧道,以及最大,最深,最精准深海无人对接的城管隧道,除了创下多项新的世界记录,拉美社在23日的报道还称,这座大桥更是港珠澳三地经济实现一体化的里程碑。 拉美社报道截图,通过这条设计受命为120年的钢铁巨龙,西边的澳门可以与周边城市取长补短,在更大范围发展旅游业,吸引更多外来投资。 珠海也将一改澳门后花园的角色,可以成为区域交通枢纽。 东边的香港则能进一步缓解产业发展的空间需求,延伸经济辐射力。 而在美国时英财经网看来,这座大桥延续了,要想赴,先修路,的思路,是北京连通香港,澳门和中国南方地区努力的一部分。 报道还援引一名香港议员的话说,他,大桥,令人叹为观止,你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描述。 他像纽带一样将香港和内地连接起来,让你用眼睛就能看到你和祖国的联系。 台湾有呼唤,快接通台湾,绿营情绪很复杂。 港珠欧大桥的通车,用,举世瞩目,来形容并不畏果。 而在台湾海峡的另一端,由此引发的关于,台湾海峡跨海大桥,能否实现的讨论却成为热门话题。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网站报道,港珠欧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先前曾表示,完成了这项工程。 港珠欧大桥后,下一步期望能建设跨越两岸的台湾海峡大桥。 报道称,孟凡超强调,要建台海大桥,经济,技术上不是问题,问题在于两岸关系的走向和解决两岸关系问题的时机。 东森新闻云网站报道截图,台湾,旺报,也注意到,港珠欧大桥倒碎工程项目总工程师黎明日前也表示,拿下港珠欧大桥,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中国人不能造的桥。 社交媒体上,台湾,东森新闻云,不无探服又不无失落的配图写道,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,长到不见另一头的感觉。 羡慕之余,许多台湾网友也纷纷呼唤,把桥连到台湾。 这一幕,不难让人想起此前岛内民众对另一路台联通方案,两岸海底隧道,的期待。 台湾,东森新闻云,报道称,按照大陆科学家的规划,这条海底隧道全长约135公里,深入台湾海峡200米深的水域,穿过坚硬的花岗岩,避开地震带,连接福建和台湾新竹南辽宇港。 文章称,虽然设计已经完备,但若想真的开工,得先解决两岸关系问题,并取得建设共识。 显然,台当局并不乐见这条通道的修建,台湾陆委会不久前就此回应称,两岸从未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,以目前两岸关系发展,也不具备任何协商的条件。 不过台湾民众似乎并不这么认为,增任马英九办公室副秘书长的罗志强此前在脸书发起投票,询问网友,新建两岸海底隧道对台湾是好事还是坏事,结果有近九成的网友认为是,好事。 罗志强脸书截图,有意思的是,当全球媒体都在用,世界最长跨海大桥,来形容港珠澳大桥时,台湾TVBS新闻网却以,港珠澳大桥指排第六世界最长桥第二名在台湾,未提,引用美国CNN的盘点称,台湾的,张化,高雄高架桥,以全场157公里位列世界长桥第二名, 港珠澳大桥以55公里的长度紧排第六,而这波避重就轻,疯狂找寻,存在感,的操作,也惹来岛内网友的集体嘲讽,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台湾媒体的套路,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,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,一座大桥之所以令绿营,急火攻心,在台湾问题专家张斌看来,主要是因为大陆不断上升的综合实力,和台湾日益沉沦的经济形成了, 鲜明的对比,让他们准备实施的,台独,政策正不断幻化为一个泡影,虽然台湾海峡跨海大桥难度很大,但港珠澳大桥让这一设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,这对于拉动台湾经济,增加两岸粘合度大有好处,某种意义上也会为未来祖国统一创造更多的便利,这自然会令绿营如芒在飞。 张斌说,张斌补充说,港珠澳三地的相连与整合带来相互依称和互补,经济融合发展的前景,也令导内一些人,羡慕极度恨。 而在台湾忠实电子报看来,大陆提出,大湾区,概念,三地通过大桥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区块,通过经济的融合,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。 而这个概念,同样会影响到台湾与大陆连接的思维,忠实电子报报道截图。 在这篇文章看来,如果台湾与福建也能融合成另一个,大湾区,假以时日,必然会让台湾人民更能接受大陆的经济生活,而利用经济生活来打破政治的翻离,增强心理的认同与依赖,不仅可以抵消民进党政治操作两岸议题的力道,也更能强化两岸共同融合的目标。 最后,小瑞想用一名台湾网友的话作为结尾,这名网友在脸书探文称,前几年看到一个朋友在大陆高速公路上拍到,精排高速,标识的照片,当时心想,怎么可能会发生,但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,我突然有很深的危机感,未来这些优秀的左岸年轻人,可能可以每天开车。